自从卫福部开放了特管办法之后 核准自体脂肪干细胞治疗慢性伤口 为病患带来了新的福音 而像是中山富裕最近也利用了自体脂肪干细胞 成功的让车祸险截断左腿的周小姐 再生软组织跟皮肤已经免于截肢 而至今已经追踪了三个月 行走也能够活动自如 再生医疗有了新突破 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与国内一家生计公司 以自体脂肪干细胞治疗粉碎性骨折 及软组织缺损所引发的慢性伤口 成功让车祸险截断左腿的周小姐 再生软组织跟皮肤免于截肢 去修复我们伤口或我们的组织 这是其他的那些肤料或其他的治疗方式 没有办法达成的效果 那其实方法很简单 我们只要从我们的腹部或大腿 取一个大概一个花生米粒大小的脂肪 就可以了 在实验室里面去复制 那我们就可以获得大量的干细胞 这是跟过往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样可以减少病人的二次伤害 我们刚才提到 病人要经过多次的清疮 甚至还有皮半跟皮肤的移植 那对病人来讲 他已经受伤了 已经非常难过了 那我们身上要多疤痕多伤口 其实对他来讲就是一个二次伤害 医学表示 其实伤口难鱼不是老年症的专利 有许多事故的外伤 也可能会造成慢性伤口 而周小姐改用自体脂肪干细胞治疗之后 疗程减六周 伤口也不断缩小 在卫福部开放特管办法之后 核准自体脂肪干细胞治疗慢性伤口 也为病患带来了新的医疗选择 所以目前我们在问题伤口 目前完成三例在台湾已经属于领先阶段 那至于最近要完成的就是退化性关节炎 那反而是退化性关节炎 那我个人会认为 或许在台湾使用的普遍性 应该会比问题伤口来的更多 那因为不良疫情在台湾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只是法规上看怎么去限制 因为很多疾病的资料如果太晚 即使是干细胞 有时候效果可能发挥也会有限 所以未来在所谓的退化性关节炎来讲 事实上我们不太希望到了最严重的第四期 因为到这里可能就是要开刀 所以目前在所有文献报告里面 有些到了二三期 那甚至比较严重的有时候是开刀合并干细胞 所以这个到时候就看法规 符合不符合法 法规的一个状况 医师指出 除了慢性伤口外 院方在治疗退化性关节炎上面 也都有不错的成效 希望政府单位在相关法规上 能够尽速放宽 来造福更多的病友 这铃家坝台中采访到 导致最后出院的 他导致最后出院的 最后出院的 最后出院的 不错的 正确